眼泪女王的朴承勋演义录居然历程曲折,整整七年,她住在幽暗的地下室中,现在一起来揭秘这位大明星的成名之路吧,肯定有好多人正是通过热播韩剧《黑暗荣耀》和《眼泪女王》了解到朴承勋的吧,然而你知道吗? 她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将近十七个年头了,而且她的首部作品竟然就是与赵银成、朱振摩、宋志孝等众多大牌明星同台标系出演了电影《双花店》,接下来,尽管她在《极度的化身》,《我唯一的守护者》以及《精神病患者日记》等剧中都饰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普承勋这个名字似乎并未真正地深深烙印在观众们的心里,2008年,她以其卓越演技, 在那部经典韩国电影《双花店》《镇的男人》中崭露头角,这部电影可谓群鹰晦翠,集结了赵银成、朱振摩、宋志孝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共同出演。 然而,相比于主演们,普承勋在电影中所饰演的侍卫队议员虽未配角,却依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于她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可笑的巧合是,在热播剧《黑暗荣耀》里出演和杜领这一角色的郑星一,早在这部电影中就已经饰演过侍卫,甚至还与普承勋有过同框画面,真是让人感叹缘分的神。 谈到韩国演员普承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那必定要数《黑暗荣耀》,这部大热电视剧了。 剧中她出色地扮演了校园霸凌五人帮中的一位成员全载郡,由于角色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至今仍有不少观众叫不出她的真名,一见到她,就是亲切地叫出全载郡,这个名字,甚至连《泪之女王》,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常常不小心把她错任成全载郡。 但其实一开始,普承勋的演艺之路并不如预料的那般顺畅舞组,在戏剧团体担任演员时,曾经有过一整年仅赚取五万韩币的痛苦经历,为了支撑日常开支,她不得不兼职打工以补贴生计。 那段时间里,她曾身兼数职,先后在快餐店、酒吧、啤酒吧打过工,还尝试在街头巷尾分发传单,尽管生活艰辛,但普承勋并未因此而自甘堕落,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演员梦想,从未选择放弃。 如今,她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春天,连续在热门韩剧中大放异彩,凭借在《黑暗荣耀》和《泪之女王》中的出色表现,成功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反派角色。 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与认可,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反派角色专业户。 后来普承勋参加了刘再熙、曹世稿联手主持的热门谈话综艺节目《刘亏斯 on the Block》。 在这里,她倾心与观众们分享了当初决定接演韩剧《泪之女王》的精彩缘由。 尽管制作阵容中集结了韩国知名编剧朴志恩、黑道律师文森佐的金西元以及张荣佑等实力派导演, 但真正让她心动不已的原因竟然是金秀贤、朴承勋坦言。 虽然金秀贤比她年轻许多,但这位年轻的演员早在二十多岁的年纪便已斩露头角, 主演过多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作品,因此,当她从舞台剧领域转向电视剧表演时, 也曾借鉴过金秀贤的表演技巧,对其细腻入微且精湛绝伦的演技赞不绝口, 她甚至透露,其实从那时起,她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金秀贤。 当她得知自己将有机会与金秀贤共同出演《泪之女王》时,内心激动万分, 同时也充满了好奇金秀贤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经过深入的合作之后,她更是毫不吝啬地称赞金秀贤是一位极具智慧的演员, 她那高情商的处理方式总能让整个拍摄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气氛和谐愉快。 当浦承勋在节目中向大家宣扬她最爱的《泪之女王》这部作品时, 她毫无保留地与观众分享了自己对一款八字算命APP的狂热热爱, 她不仅每天都会去查看自己的今日运势, 更是毫不吝啬地将这款APP推荐给金秀贤和金智元, 原本金秀贤对八字算命这种东西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没想到最后,她竟然也被这款APP深深吸引住了, 忍不住惊叹道,这款APP简直就是把我的人生都写在了上面。 据金智元透露,朴承勋和金秀贤甚至会因为算命APP每日显示的运势分数而情绪波动不已, 这可真是让广大粉丝们笑得前仰后合, 众所周知,《泪之女王》的主演阵容都是一群性格鲜明的哀行人格, 而朴承勋的MBI测试结果则是ISFJ守卫者, 这类人虽然性格内向温和,但他们内心深处却充满了丰富的情感, 尤其擅长维护人际关系。 实际上,朴承勋也常常展示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差魅力, 尽管他个性低调内敛,但有时候却会突然变得语无伦次,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那无厘头的言语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幽默感, 总能让身边的人们捧腹大笑。 在《眼泪女王》和《黑暗荣耀》中, 朴承勋成功塑造了富有的、脾帅的形象。 之前还有韩媚报道称, 他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韩国演艺圈财阀家的小儿子, 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声的, 还说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毕业于法律或者医学专业, 这可真是空学来风的无稽之谈。 然而,在《刘魁斯安的Blog》节目中的朴承勋, 却不得不亲自澄清, 坦承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 并且勇敢地坦白自己高中时的真实家境, 相当贫寒, 有时甚至连买汉堡的钱都没有,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还有长达七年的时间, 如同热门电影《寄生虫》里的主人公们那样住在狭小的。 肮脏的半地下室, 听完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感到鼻子一阵酸楚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如今可以笑着讲述那段艰辛岁月, 然而那时的困苦却真切烙印在心中, 刚踏入剧团的那一刻, 他一整年仅能赚取区区五万韩元, 每当在舞台上表演时, 空荡荡的家映照出与寄生虫相似的画面, 他与室友共同居住在一个半地下室里整整七年, 这是一栋有着七十年历史的老房子, 窗户的高度与地面齐平, 为了支付保证金, 他的姐姐甚至不得不向他伸出援手, 他每月分期偿还, 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七年时光, 父母的贫穷让他们不敢轻易让孩子回家, 承勋回忆起自己当兵期间的假期, 母亲打来电话恳求道, 承勋, 你能不能不要休假呢? 如果你休假回来, 哪怕只有五千韩元, 我也需要给你一些零花钱, 但是妈妈现在实在没有能力给你, 所以请你不要休假好吗?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普承勋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父母甚至只能靠白开水泡饭搭配泡菜勉强维持生计, 高中时期的普承勋, 除了上下学的交通费用外, 所有的餐费都必须由自己承担。 回忆起那段高中时光, 普承勋笑着与粉丝分享, 那时有一次, 全班同学一同出去看电影, 大家纷纷嚷着要吃汉堡, 可身无分文的他, 只能独自一人坐在楼梯间等待朋友们每餐一顿, 虽然朋友们好意想要借钱给他, 可是那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普承勋又怎么会轻易向他们低头呢? 他硬是逞强地说自己不需要吃东西, 然而, 一转身, 他便痛苦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哭诉道, 朋友们都在品尝美味的汉堡, 只有我因为没有钱却无法满足这小小愿望, 这些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普承勋今天的成就, 普承勋还透露, 由于家境贫寒, 他曾做过许多工作, 如在快餐店、 酒吧、 啤酒屋打工, 甚至还发过传单, 为乐团保管行李, 负责售票服务等等, 近年来, 凭借《眼泪女王》和《黑暗荣耀》两部作品一举成名后, 普承勋终于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 难怪他能将各种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镜头面前, 他深情地对父母表白, 那个曾经让你们操碎了新的小儿子, 如今已经成长为了备受关注和支持的演员, 过去那个总是体弱多病, 性格内向, 小心翼翼的孩子, 感谢你们将我培养得如此优秀,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关爱和教导, 我才能够坚定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最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那大家肯定都超级好奇, 现实中的载俊到底会喜欢怎样的女生呢? 今年已经快40岁的普承勋, 自从出道以来, 他的感情生活似乎总是低调的令人咋舌, 几乎没有任何绯闻曝光, 而唯一一次公开承认过的恋情对象, 则是我们熟悉的演员柳贤庆了, 这两位大明星因为共同出演了舞台剧, almost main, 而结缘从2017年开始就展开了甜蜜的恋爱之旅, 然而遗憾的是, 他们并未能走到最后, 于2022年正式宣布分手, 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不已, 他把反派角色演绎的深入骨髓, 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演员道路, 然而, 现在他的愿望是希望下一次出演的角色不再是反派, 他想停下来, 好好的演绎回好人, 虽然在剧中他看起来脾气火爆, 但其实, 普承勋可是个超级搞笑的家伙, 他总是能给身边的人们带来无尽的欢笑, 所以, 他也非常期待能够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真的很想尝试一部充满喜剧元素的浪漫爱情故事,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他多面的魅力, 也希望他以后的道路可以更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